加以七五月來中央区完成開發了後 人口越來越多 當地學生也對著增加 加以市政府為著援助學生達成訴求 省見慶安國修回應理由提行 在正式開港當初 未來中可以提供備班156位學生達成機會 暗算在185年開始僥倖 我們在古老進行之後 現在一個建案越來越多的建案 也帶進來一個商業生活機能 讓今年的新安國小小一都爆滿了 在這個富幼裡面 未來呢 會有一個最完整的一個幼兒園 而且是新建的 後來區段精修完成了後快速發展 過去兩年建立修養節奏 增加將近八百貨 未來學人情理黨將會越來越多 加以市政府幾位行見回應理由提行 由國教室補助7300多萬 市府自己總結200多萬 總共開接的7530萬來行見 交表過程經過兩百勞標 今年中生是順利 完成發報 希望這個幼兒園能夠如期如值地 順利 新建完成 然後來啟用 能夠加回更多在地的家庭 讓我們年輕的朋友們 能夠願意結婚 願意生小孩 能夠安心地教養他小孩 映安國社會營利由提行 其地為在黑仔來黑米一路 和健康13路路口 建立於追劃生態為設計主題 工程暗算第1814年12月完工 到時就能夠提供孩子 更加完成的學生環境 記者就出現蔡鳳報道